下水管就是这样分成九个配件 然后这四个呢是在那个圆孔上面 也就是说桌面板的上面 然后这五个是在桌面板下面的 这说明是我们也分了 就这三个垫圈是在桌子上面的 然后其余是在下面的 然后安装方法跟你说一下 就是这是一个螺帽 螺丝 这个是铁片 这个是橡胶圈要大的那个 就这三个装法是这个 这个垫片垫在这下面 然后这个杆是这个洞里面穿进去 就是这样 这个是在这个圆孔上面 就是这样 那个下面装法是 这个是下水管的管子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塑料扣 它的扣正反应是这一个 跟这个就这边有一个圆弧的要朝下 因为它是可以扣住 就这边 细的这个杆子这里 它有一点点那个就凸出来的是为了扣住这个塑料扣 就这样 刚才那个客户的装法是对的 就这个装 这个装之后 然后有一个小的 这个小的 不要这个大的 跟小的 要这个小的放在这个口子这里 就这里垫平 垫平好之后 然后就用这个 这个大的 它是连接那个螺丝的 然后这个连接在这里 把它拧紧 然后拧紧 然后这个垫片 就那个大的橡胶垫 就垫在这个上面 看这个上面有螺纹的 可以随便正反面 没关系 就这样 然后这个是装在那个桌子下面 桌子下面 跟这个螺丝 拧紧连起来就可以了 就这样